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东莉可能是她妈妈一个人寂寞 故意来和妈妈撒娇耍赖皮的 那我看的时候觉得她的演技好像有那么一点夸张 不太像是她的风格 然后我突然想起多年前她在一段访谈中 提起过世的母亲眼圈发红的样子 她母亲去世时 她正在普吉岛和请回答一组爸爸团队 也就是现在这个剧组团队一起庆功 那本来呢 她因为担心母亲身体已经都通知了剧组 无法参加这次活动 但后来又觉得自己太扫兴 临时改变计划非常普及的 然而就在这期间她母亲过世 可能对于她来说 没能陪在母亲身旁为她送终 成为了一辈子的遗憾 所以我看到这个场面的时候 想到她会不会是怀着一种 如果母亲健在 我想尽情地喊着妈妈撒娇的心情 去拍摄这部分的呢 那像她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 自然不会白白登场 我发现她貌似带来很多彩蛋 第一个是小厨局 这个小厨局她出场时献给罗沙 后面正元又送给宋盒 那这俩有什么关联呢 东义的洗礼名是伯德路 也是英文名皮特·彼得的来源 是耶稣十二门徒中的第一位 也称呼为西门彼得 正元的洗礼名安德烈的含义 我们讲过 耶稣对他们说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德人如德语一样 这里的他们指的就是 安德烈和他的兄弟彼得 那马斗福音中的两位兄弟 奉行送罗沙和送河小厨局 看似又是一条平行线 那小厨局又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小厨局就是影视剧中 经常有女主一片片摘下花瓣 猜对她喜不喜欢自己的那个花 它代表着藏在心底的爱 或者暗恋 也许这两对对彼此都有这种感情 还有在北欧神话中 她是掌管爱与美的女神 弗雷亚的圣花 因此小厨局也象征着 母性和新的开始 有时用来送给刚生宝宝的女生 祝贺晋升为妈妈 如果彼得送给罗沙是代表母亲 或新的开始 那安德烈送送河 是祝贺要成为妈妈 谁的妈妈 难道是喜欢露营 又喜欢雪械的舞力宇宙吗 然后小厨局又是四月生日花 四月生日就是送河呀 还有小厨局Daisy这一词语来源于古英语中的Daisy 这里的C可以理解为太阳阳光的含义 因为它的花瓣在黎明时展开 黄昏时闭合 那太阳是什么颜色 我疯了 我承认最后一个可能有点牵强 那当然前面那些大家也趣味性的听一听就好 不要晃在心上 那第二个彩蛋是彩虹 冬艺为罗沙横宗秀献上了美丽的彩虹 那彩虹的意义我们之前讲不过对不对 当然对于罗沙和宗秀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有一位朋友私信告诉我 之前他们散布是备向观众 而义军颂和是面向观众 所以可能意味着两队不同的结局 那到底结局会如何 我们拭目以待 那最后一个彩蛋是 扮演冬天妈妈的演员 守宇依宝 请回答系列中的长冬艺妻子 所以说冬天胃口那么好 都是有原因的 那我觉得这一集她声音出演 和程冬艺突然出场 应该是不无关系的 好好奇冬天正元结婚时 异花和冬艺见面会是什么样的场景 那关于冬天妈妈 她凌晨打来电话 声音好像不太对劲 而且冬天在两次暴力场景下 都表现得非常冲动 所以有些朋友怀疑 冬天会不会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况 我一开始也觉得有点奇怪 但后来一想 如果冬天父母之间真有暴力行为发生 以冬天的性格 她会让妈妈继续和爸爸一起住吗 但我确实也没想到其他可能性 但愿这只是又一次本剧的狼来了 那在制止患者家属暴力的过程中 冬天受伤 正元搀扶她走出病房时 还细心地跟她换了位置 实际上她其实也很害怕 不自觉地把冬天当了盾牌 那这一集 他们果然在急诊重选了甜蜜回忆 猪动人第一把交以义俊 此时也不忘现身 在急诊大喊冬天 还有他们在电梯口相遇的场面 也和之前情景充叠 那本集冬天正元好像又有一个宝宝彩蛋 就是正元尝给冬天的汤是海带汤 我们知道喝海带的代表性人群 除了寿星就是产妇了 那关于为什么在韩国寿星和产妇要喝海带汤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出这里了解哦 那时间到了2021年3月 冬天成为了Fellow研究医师 就要换上短款的白大褂了 而且她已经考完试 她和正元是不是可以去海边旅行了呢 那下一集还是3月份的故事 所以想听宋国唱歌看来是要等到下下一集了 第六集貌似是关于新的实习医生们的故事 还有99级小伙伴们的黑历史 所以说东龙他爸留在里面要出人等地 会不会是小伙伴们当年实习时候的恩师呢 我们期待一下吧 好的那关于第五集的解析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篇再见哦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还有关注我哦 谢谢你们拜拜 感兴趣的老铁 出这里 感兴趣